开始上今天主要讲这个模型啊 讲这个模型 之前我们做模型的话 是拿DOT来原生采货继续设计一个DOT这个操作是吧 DOT的思想是什么呀 DOT的思想就是 你在视图类的这个视图函数里面使用的时候呢 我尽量让你简单 对吧 就视图类你使用你数据库 就对虽空进行操作增三彩改的时候 让你尽量简单 你比如说更新的时候 我只要让你传个字典数据就可以了 是吧 你查询的时候呢 我现在还没有涉及到分页是吧 如果要涉及到分页的话 在list里面加上分页的那个起始页面 和你的这个每页显示大小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你的分页了 我们塞过鱼是不是有一个实现分页的那个语法 叫limit是吧 那么对于我们的ORM来讲的话 它是干啥的呢 对吧 它是干什么的 就是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相对于我们数据库的这个操作啊 数据库的这个操作 那么操作当中 操作我们设计这个叫做道的这种 这种结构 是吧 这个结构 设计道的结构的话呢 那么它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简化了什么 设计道的结构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它的目的啊 它的目的 目的是简化什么 它的目的是简化我们的cycle语句的 就是简化cycle语句的这个什么 它的一个使用和简化我们 简化我们数据库的操作是吧 数据库的操作 然后呢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cycle语句呢 把cycle语句呢 封装到什么 封装到这个基础的 这个基础的这个类里面 基础道里面 就是我们叫做基础的道中 这个道中呢 这个我们要 或者我们叫做基础的这个类中啊 类中 那么这个类的话 我们叫什么类啊 我们是不是叫based道是吧 这个based道 应该叫做based道 啊 based道 这里面呢 我一般封到这里面去 但是呢 它 你还是得需要干啥 但是要求 啊 虽然我们在 这个 呃 这个但是啊 要求我们的开发人员 是吧 必须要干啥 熟悉 就要特别熟悉我们的cycle语句 如果你不熟悉cycle语句的话 你这个based道是不是封装不了 是不是 同时我们可能还要去干什么 还要去熟悉我们的cycle语句 同时和什么啊 和我们的python的这个基础 是不是啊 这个python的 哎 哎 啊 python的基础 我们必须要熟悉cycle语句和python基础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去练习道的时候啊 我们设计道的时候 我既要熟悉passion的 又要熟悉我们的cycle语句的 那这样来讲的话 对于我们的开发人员要求呢 也是比较高 同时呢 也是要有充足的时间 来去来去设计这个based道 对吧 啊 在很多的 呃 它有个好处啊 设计道的好处啊 自己设计道的好处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它的这个优点是什么呀 啊 优点是什么 完全是自己去写的 是吧 同时我们能够什么 防止什么呀 我们能够防止什么呀 我们能够防止 是吧 优点是有效的 是吧 防止这个cycle的注入 啊 cycle的注入 这种风险 啊 防止了cycle注入的 这个风险 什么的cycle注入呢 因为有时候 如果说我们 自己不写cycle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 检查这个语句 是吧 不会检查这个语句 比如说我们登录的 现在我们的登录 就没有去好好检查 我们现在的登录啊 你要只要稍微的 你稍微的懂一点点cycle 其实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 不管用户名和密码 对或错 它都能够 进到这个系统里面去 这就很危险了 对吧 这就很危险了 所以这里面 你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 你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这里面呢 它有cycle注入的风险 什么是cycle注入呢 这个时候你 你自己可以下来了解一下 我把这个给你做一个 加粗的显示 加粗显示 这里面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自己可以看一下 当然这里面呢 我们还涉及到了一个什么 涉及到了一个上下文的使用 是吧 上下文的使用 就是passion我们基础里面的啊 基础里面上下文的一个使用 好 这里面你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 这里面呢 你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另外一个 我们另外一个是吧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OrM 啊 呃 我们可以通过OrM呢 是吧 这里面我们通过 啊 通过使用 这个OrM呢 我们可以什么 简化什么 我们完全是 我们就可以什么 避免什么 避免不会cycle的 啊 避免不会cycle语句的 开发人员 是吧 避免不会cycle语句的开发人员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不会操作什么 不会cycle语句 即不会操作我们的数据库 是吧 所以 这个使用OrM啊 避免不会cycle的 这个开发人员 能够什么 能够快速的什么 哎 这个 能够 快速的 干什么呢 去使用 或操作 我们的数据库 那么 它的这个全称是什么呢 这个OrM 它到底是什么 是吗 是何谎神圣 它能够能够让我们不懂cycle 就能够进行开发数据库了 是吧 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框架 是吧 它的用意 它的目的 其实就是来干啥 就是让你不要写一句cycle一句 就能够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所以这个里面呢 OrM它的 它的这个思想啊 OrM的思想 是将什么 是将我们的类 叫我们叫实体类 这里面呢 你要学习到一个实体类 什么叫实体类呢 这里面我们可以叫做一个model类 或者是它有一个 有一个叫实体类的 entrain entrain 这个实体呢 应该叫entrance 应该是叫entrance啊 这里面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这个实体类 你可以查一下实体的单词啊 我应该记得应该叫entrance 然后呢 这个叫model也行 你叫model也行啊 叫model也行 叫模型类 那么和谁啊 和我们的数据库的表 直接建立这种关系 建立这种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 建立这种关联关系的话呢 即我们的类 对应的是谁啊 对应的是表 对吧 那么类对象呢 那么对应的是谁啊 表中的记录 对吧 那类的属性呢 那么对应的是什么 类对象的属性 类对象的属性 那么对应的是谁啊 呃属性 那么它对应的是什么 表的这个什么 字段 字段 那么理解 字段 啊 其实这里面呢 它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是让我和谁啊 让我就是OM 我们O呢 简称叫object 是吧 然后呢 R呢叫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 relationship 关系啊 就是我们关系指的是什么 我们数据库 我们之前讲 Masica数据库 它属于什么数据库啊 关系型数据库 什么叫关系数据库 就是二维表 简单说就是二维表 行和列的关系 所以是吧 行和列的关系 啊 就是对象和属性的关系 啊 那么我们在学这个 呃 类的时候 嗯 ORM的话 充分体现了这个关系 所以呢 我们 M叫什么呢 叫Mapping 叫映射 所以呢 我们的ORM的全称叫什么 它的全称 全称啊 叫object 对象 关系 relations 呃 shape 呃 relations 应该是shape 应该这么写 是吧 然后呢 后面跟的是 Mapping 映射 啊 映射 叫什么呀 叫对象 关系 映射 啊 它叫对象 关系映射 这是它的全称 那么这个全称的话 那么O 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对象 是吧 我们可以认为是 它的整个含义 就是什么 它就是做了一件啥事情 我们的类和谁对应啊 就是我们在去做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做操作的时候 先将 我们先将这个关系 向对应起来 是吧 类和谁对应起来 和表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类实例呢 和什么 类实例 那么G是什么 G是表的记录 对不对 类属性呢 G为什么 表的字段 是吧 就于表的字段 那理解有意思吧 你是按照这个事项来走的 就可以了 啊 按照这个来走 然后呢 我们操作 当我们映射建立之后啊 当我们的OM的这个映射关系啊 应该是关系映射 啊 关系映射成功之后 那么我们直接什么 直接操作我们的类 啊 或者说我们的对象 那么G什么 操作的是谁啊 操作数据啊 数据库中的 中的表啊 或者什么 它的记录 那有意思吧 它就是这么一个思想 所以呢 OM呢 嗯 它很强大了 对吧 很强大了 那么OM它怎么实现的呢 OM怎么实现的呢 它里面用到了很多 Python自行的函数 啊 Python自行的函数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操作一个对象的时候 假如说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什么啊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写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有一个类 是吧 假如说一个叫用户类 没理解我意思吧 来 现在呢 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你这个是 假如说下面是实体类 是吧 我们这里面就是 那么它的实现过程啊 我们这个 简述一下 或者我们这个什么 简单的实现 什么 简单的去实现 我们的OM 啊 那么这里面 它怎么做呢 其实它的原则 是通过什么 通过置行的方式来做的 就是它的 它的实现的技术啊 实现的技术呢 一般情况下啊 就实现的 它实现的技术 一般情况下是 自省 自省 加 加什么呢 加这个 叫叫原类 啊 加原类 啊 这个后面 我们简单的 来简单的说明一下它啊 简单说明一下它 比如说 呃 原类的话 暂时我可以不用它 是吧 原类这一块呢 很高 很高级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的话 很难接收它的这个思想 但是呢 这个原类是什么呀 首先你要知道原类是什么 原类是创建类的类 那这里面 你要学习类里面 有一个叫做 魔术方法 叫做 叫做 new 是吧 我们知道 new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创建类的实例的话 首先它要创建 类的实例 是不是要经过new来创建的 是吧 就是当你创建类的实例的时候 我们调用这个创建类对象的时候 类括号一个方法 它首先调用的是谁 先调用类里面的new的函数 来创建当前类的实例对象 然后再调用init函数 然后来进行初始化 这个实例的对象里面的属性 是吧 因为你的self从哪来的 你的self从哪来的 就是我们的new的函数 给你返回回来的 明白是吧 这是我们普通类的 这个创建类实例的时候 它的一个过程 那么 那么我们类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对象 下次翻 是不是 类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 那类的对象是谁创建的呢 就这个类的对象是谁创建的呢 是由原类创建的 对吧 是由原类创建的 我们类的实例是由类来创建的 是吧 那类的它本身这个对象是谁创建的 是类的原类创建的 那就是由类用另外一个类来创建 这个类的 所以这里面呢 原类其实在我们排程当中 是很重要的啊 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就是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内容 都是对象 函数是对象 函数是不是对象 是 对吧 那假如说我现在给你 简单扩展到这个里面去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现在第一F 我们叫A 我叫F 对吧 是不是 我先pass一下 我现在呢 这个F 假如说F等A等于10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调用F 那么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F 我们F 点A 这个加上 加等于20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F点A 那你现在 我现在问一下你啊 这个 这个里面会报错误 会报 会报错误 张家信 会报错误 这代码 会不会报错 F点A 上来了 你看你刚才还没有听明白 我刚才说的内容 我说一切皆为对象 一切皆为对象 函数也是对象 你们刚才说 是吧 没问题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F是不是一个函数啊 F的函数 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啊 那么 对象里面 是不是动态加一个属性啊 函数里面 动态加里面 数人加A 是不是等于10 是吧 我掉这个函数 函数执行这个代码了 那这个FA 加等于20 是不是就是 原来是FA等于10 加2是不是30了 答应是不是30啊 这个结果是30啊 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啊 这是一个面试题啊 这是个面试题 你现在一定要体会到 一切皆对象的那种概念 对吧 一切这对象概念 那我再给你问一下啊 那假如说 我现在打印一个 我现在打印一个什么 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有个F冒号 等于什么 这个 哈喽 那这个时候 他也 这对不对 这样写 对不对 汇报错吗 会不会 报错 为什么呀 F 这个函数 是不是也是个对象啊 它是不是也是个对象 也不会 报错吧 不会 报错啊 这个里面 你自己 自己留意一下 自己可以写一下 记得这个代码了吗 能不能记住这个代码 我跟你说一切皆对象 函数默认也是个对象 可以吧 也是个对象 能记住这个代码吧 我删了啊 我删了啊 回头你们自己扩展一下啊 下次不要再 让我再说第二次了 是吧 这个看明白了吧 就是你要记住 一切皆对象 对吧 我把这个删了 那现在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 这个实现OM的一个 最简单的案例 假如说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ID等于什么 你有一个ID属性等于100 是吧 或者你等于其他什么的一个类型 然后比如说你等于100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内幕等于20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这样的啊 我们定一个 我们在这个 在某一个类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user的 我们在user的model user的模型 或者user的db当中 我们建个db 是吧 在这个db里面呢 我们做一个什么样函数 比如我们保存 这个user 是吧 保存这个user 它类型什么类型啊 它类型是user类型 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里面见过没 然后我们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这个 返回一个真 或者是假 是吧 我们返回一个false 就是表示你没有成功 是这个意思吧 那现在怎么来去 让它变成 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user对象 生成一个cycle语句的话 怎么生成呢 生成一个什么语句啊 是不是insert into 表名是不是user 假如我们这个类名 对应的是表名叫user 对吧 然后呢 里面有几个字 有id 有name 对吧 那么values 然后我们加s 加个s 然后我们在执行语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这个位置 self.db 然后is sc 然后我们用c.c.execute 是吧 cycle语句 然后我们把什么呀 把这个cycle语句拿到 然后 cycle语句拿进来之后 我们有个ax ax等于什么 我们是否可以写 写上这个user.id user.name 我可以这么写吧 你看啊 这种语句能看明白不 那么这种语句的话 你怎么把这个cycle语句生成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 是吧 你以后要写的话 可能不是这个user 我可能是其他的 也有可能里面 我再加一个属性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什么 money这个属性 那么等于什么 比如说我们两万 对吧 那这时候应该会多增加一个money 对吧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函数来讲的话 对于我们这个函数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什么呀 它是不是应该动态生成这个东西啊 这个表明是不是动态生成的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对于我们的道里面 你怎么能自动生成这个东西呢 这里面你想一想啊 怎么生成的呢 怎么生成呀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得有这个user里面的相应的属性啊 我要怎么来获取user的属性啊 这里面你自己想一想啊 我们怎么来获取user的属性 怎么获取它的 我们可以在原类当中 是不是可以定义这个相应的属性啊 原类的话你可以到时候来去搞清楚 原类里面它能够在创建这个user对象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这个user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属性 都能带到原类的参数里面 函数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属性给它保存起来 然后在这块干啥啊 我们来获取这个user对象里面的特定的属性 它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定义的属性 给它全部拿出来啊 全部拿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去干啥 来去使用它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里面啊 你可以在哪里啊 我们现在不在aps server里面 可以吧 我现在你可以建一个 你可以简单的建一个目录 叫OM目录 对吧 你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什么事情呢 你在这个目录里面 你建一个类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建一个passion的一个类 这个里面你还不行 为什么 这个里面你得给它建一个什么脚本啊 你在建一个 无所谓了 是吧 你不用从它里面倒包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建一个测试类 是吧 我们叫t类吧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t脚本啊 在里面我们建一个类 叫user 然后我们把id等于1 name等于谁啊 等于decent 对吧 然后呢 money呢 等于什么 比如说2万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给它建好了 这个类我们是不是建好了 哎 这个类就建好了 建好之后我们现在要干啥呢 假如说我们写一个工具类 我们写一个工具类啊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写一个工具类 我们现在写一个工具类啊 那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定一个函数 我就不写那么多了 写一个什么save 保存 然后呢 把user加进来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先pass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去定一个 我们定一个测试的主页面 然后加一个u1 等于什么user 对吧 u1点这个id呢 我们等于什么呀 id等于10啊 这个是u1点name等于什么 比如说我们写个jack 是吧 u1点money 我们写一个这个写很多30万 是吧 这是用户1是吧 我们再写一个用户2 啊 再写用户2 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啊 用户2 用户2 然后这里面呢改个200 然后写一个 比如说写一个里程序 是不是 然后这个里面呢 给里程序加300万 是吧 啊 比心的钱就笑了 是吧 来精神了啊 然后你现在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sale 我们叫u1 是吧 sale我们叫u2 我们这个时候你注意一下 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 我们把对象是不是存给他了 对象是不是存给他了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生成 不同的cycle语句啊 是是是是是吧 我怎么生成不同cycle语句呢 你看啊 我现在是不是两个对象 我现在操作这个对象 我就可以让他能够生成 自动生成cycle语句 这个里面怎么实现 这里面我们可以用自省的方式来做 昨天我们讲自省的函数有哪些啊 DR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什么type是吧 还有一个 ease instance 还ease subclass 还有什么 has adtr get adtr set adtr 是吧 那现在我们这样的啊 我们对象能不能进行迭代呢 我们对象能不能进行迭代呢 能不能进行迭代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啊 我们user 我们打印一个dr 我们加一个user 我们看他自行出来是个什么内容 对吧 是这个是吧 啊 我们现在运行他 我们运行一下他 我们来看看 他自行拿到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拿到了很多的一些属性啊 太多了吧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里面呢 你看除了除了他内置的这个这个这个下滑线开头的是吧 是不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属性了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普通的属性是吧 是我们普通的属性吧 就是你看啊 其他内置属性里面是不是都带一个下滑下滑线 是这个是吧 那么我们怎么获取你普通属性 那么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是不是有途径了 我为什么打印drr的user 我就看一下 你这里面带有你这个属性没 带不带 带吧 是不是带啊 那这里面你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可以判断他不带下滑线开头的那个名称 我们给他取出来 是不是啊 能不能 能不能取出来 可以吧 咋取啊 罗峰你说 怎么把把把那普通的属性取出来 这里面给你打印放的啊 啊 哎 这个这个叫 这个读取 对象的普通属性 怎么取 是吧 怎么取 你现在不是看到一个列表了吗 dr是不是一个列表 我怎么取啊 怎么取 把这个取出来 你们都全都蒙了 这个加一个列表吗 这个列表 然后加adtr for adtr 然后in 什么呀 dr 加上这个u的对象 对吧 看上条件 什么条件 这个adtr的 它的起始 和结束 是这个是吧 就它里面是不是包含那个什么呀 呃 这个里面我们看看啊 它的点 这个start 是吧 with 是不是以下半下半开头的 是吧 我们直接取个反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这个是吧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把它打出来了 这里面我们之前讲过生生气 是不是讲过很多次了 再多练呢啊 是吧 有些同学学不会啊 或者不知道啊 因为你之前就没有独立思考过 对吧 你得想啊 你得思考这个问题啊 我们拍摄的语言 拍摄的语言是最具有艺术感的 明白吧 它不是那种 不是像那种其他语言呀 你得 就是用 我们像加把里面 它得用反射去取 是吧 拍摄呢 它这里面有字形 非常棒的 所以我们会经常会用到 这种字形的那种 这种信息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 更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呀 user下面它有一个属性 叫dict 有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是吧 来我们再测一下啊 这个dict你可以看到 发现它是什么呀 他做了一个啥事情 他做了一个啥事情 id100namejack 是吧 marning是不是都出来了 那我 这样的话 我能不能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给它生成这样的一个字典呢 对吧 你看啊 我用 我把这个改造一下啊 我把这个改造一下 把它不要变成列表了 把它变成这个字典生成器 把它变成字典生成器 是吧 那字典生成器的话 这里面是不是一个kin是吧 后面我要加一个值 值怎么加呢 有个字形函数啊 叫getattr 对象是谁啊 是u的 属性是谁啊 adtr啊 哎 也可以做啊 来你可以看啊 结果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它俩结果是不是一样了 只不过顺序不一样而已 能看到吗 讲到字形函数的时候 突然你们当时 是不是就知道啊 有几个字形函数是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用它 对吧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它了 我们要生成 你看你用很多种方式都能够获取这个属性和属性值 是吧 是不是啊 都能获取属性和属性值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判断是吧 判断它不是以什么开头的 不是以下班下班开头的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人也把它拿出来了 好 这几种方式的话 你都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有没有难的 其实也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啊 那我现在 现在我们知道了 读取这个属性和属性值 是不是有办法了 我们要生成塞货语句怎么做 对吧 就跟我们之前写的 这个 我们之前在保存的时候 还记得吧 它里面是不是要星星 我们那个能做 这个就可以做了 怎么做呀 我们的字典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了 怎么拿字典啊 是不是就这玩意 是不是就这玩意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生成塞货语句 怎么怎么写 是不是insert into 百分号s 括号百分s 然后values 然后括号百分s 是不是这里面是不是这几个 是不是这几个 这个是不是表明 这个不是你 你现在要插入的列名 这个是不是你插入了列的 这个 呃 这个百分号的数量 是 是吧 我们可以用字典的方式去写它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 是吧 那接下来你看怎么写呢 我是不是要生成你的 这个call call 就是call names 是吧 它的列名啊 是不是call names 列名啊 是不是啊 我们把那列名 是吧 拿出来 怎么拿 首先是表明 这里面我们没有 没有提供表 是吧 我们说没有提供表啊 我们要写基本的这个 保存的话 我们不管哪个对象都可以 是这个是吧 以后我们再写个对象啊 你再看一下 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表明 叫table table table等于什么呀 table等于什么呀 我们把这个对象 对象的类名 给它转成小写 的时候就可以了 把这个对象的类的名字 转成小写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讲过 类跟谁对应呢 表对应呢 是吧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对象 来获取的 你的这个类的名字 可以吧 那user点什么呀 有这里面 这里面user点 这个class是吧 是不是有个class啊 class里面是不是有一个name 我们可以把它转成小写的 这就是人的表明 能看明白吗 能不能看明白 对象的类 它里面的名字 类名 这字不算啊 这是字不算 把字不算转成小写的 能看明白吧 然后呢 列名是什么呀 列名是什么呀 列名我们是从字典里面去把它这个拿出来 或者我们用这种方式给它取出来 是不是都可以啊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取这个列名呢 我们取它的列名 然后列名是怎么写啊 这个列名我们叫coin 是吧 in 啊 不是叫for coin in 什么呀 这个对象的什么呀 对象的 dict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 因为字典的话 默认情况下 它变力是不是kin变力啊 这是它名的 名的我们前面 是不是应该加一个 呃 我们加一个什么 单引号 逗号 里面加一个jrn 是吧 把它进行拼接起来 是不是可以了 就生成一个字不算了吧 哎 这个列是不是出来了 列出来以后 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 应该再生成一个什么呀 我们再生成一个 你的列的 placeholder 是吧 placeholder 战位服 是不是啊 列的战位服 战位服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 逗号 join join 点join 连起来 里面加个列表 里面加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来 你把它这个这个 这个拿进来 拿进来以后 这里面我们需要给它干啥呢 这个是列的名字 我们要生成一个字不算 什么字不算 你把它连完之后 这里面赞美夫是不是写好了 写完之后 我们后面是不是就写你的cycle语句了 是吧 那你看cycle语句我们就可以 我们cycle语句怎么做 我们的cycle语句就等于什么样 cycle语句的格式化 是不是 把什么拿出来 table拿过来 column names拿过来 还有一个什么column place code拿过来 是不是写完了 我们在执行cycle语句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干什么呀 我们执行cycle语句的时候 是不是把这个 把这个字典拿出来 是吧 在sq的执行的时候 把字典放给他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 把字典给他就可以了 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们打印个cycle语句 就OK了 然后我们现在 你现在看一下 你现在运行一下它 我们现在执行一下它 你可以看一下 cycle语句是不是就写完了 你自己看一下 cycle语句是不是生成好了 是不是生成好了 那这个 表明是不是叫user 是不是叫user 来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我们就生成完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save的user 你不要把它变成user 你应该给它干什么 改成什么呢 实体对象 这个里面我们怎么去重命名呢 你可以重命名 这个叫save的f6 你看你们是不是save的f6 按照save的f6 save的fn的f6 然后这里面你给改个名字 叫什么 我们叫实体 叫n tity 是吧 应该这样写是吧 n体这个实体啊 实体 应该写到这里面 这是一个实体 我们不管保存哪个对象 都OK了 对吧 这里面你不要叫user了 叫user的话不太好 是吧 我们除了user之后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个订单 对吧 我们有个订单类 可以吧 订单里面有个订单的编号 叫我们叫做什么 number 是不是 这里面我们等于101 随便写 然后呢 订单里面有个title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 是吧 比如说我们叫华为 华为最牛 或者最神的是吧 最神的这个手机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里面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型号 对吧 然后后面加一个价格 价格 你给他写一个什么 199 199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出厂 他的这个所售的这个城市 是哪个城市售的呢 是西安售的 你随便写啊 你写多少数 你都OK 是吧 然后这里面 你可以加个cat 然后cat等于是分类 分类我们加一个什么 手机 是吧 我们叫手机神器 是吧 手机神器 好 然后这个里面呢 你这个里面再加一个 什么代言人 或者你的这个店铺 是吧 叫死到 你的店铺是吧 比如说 西安神器这个手机店 是吧 是不是 你应该写 随便写啊 你随便写 随便写很多属性 都OK 是吧 手机 神器手机店 是吧 然后呢 再加一个联系电话 是吧 你这个里面再写个联系电话 是1000 随便写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很多 瞬间写这么多属性了 如果说你要自己写 cycle语句的话 你是否要拼接 很多很多啊 那现在我把这个事情 交给谁做呢 交给他的模型 做了 那C5啊 来我们看看啊 在这里面 我们加一个 加一个 第一单 是吧 第一单叫O1 然后等于呢 order 我们现在就默认之 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叫C5 O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运行一下他 非常简单 他把你的cycle语句 哎 你这里面你稍微注意一下啊 他的这个语句 为什么没有生成呢 是吧 上面这个语句生成了 是吧 这个语句咋没有生成呢 Kate 这个数据是有了 是吧 数据是有了 哎 这个里面呢 order是拿出来了 是吧 value是没有拿出来 为什么呀 呃 这里面有个问题 啥问题啊 这里面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的对象里面的属性啊 跟你的那个类的属性 它不太一样 类的属性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给他干啥啊 O1加一个什么 你加一个ID 是吧 啊 这个不要ID 叫做订单号 是吧 订单号 我们给他来一个19001 是吧 O1的他的手机 啊 电话 然后呢 110 是吧 然后O1的 这个里面呢 O1的 O1的这个里面 还有个标题 是吧 我们就要是写什么呀 我们可以写 out的他的title 你可以这么写 对吧 然后O1的 这个 这个对象里面属性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价格 是吧 价格 我们给他设定 设定价格 设定价格的一 一万九 是吧 然后O1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城市 是吧 O1还有一个城市 City 我们来给他写一个北京 好 那现在我们再保存一下 来 我们再保存一下 你可以看 Secure渔是不是给你生成好了 这里面是不是 省了很多事情 你看啊 省了很多事情 就是完全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 非常牛的一个 一个特性 通过置省的方式 我就完全可以 拼成塞口语句了 你看 通用的 全都是通用的 对吧 升成塞口语句之后 你后面是不是就可以干啥啊 你是不是就可以干什么 就可以去用那个 数据库链接 然后来去把这个塞口语 执行它就可以了 是吧 数据是不是在字典里面 我们通过 XQ的里面的 AX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字典 是吧 指定一个字典 你看这里面就很简单了 好了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是吧 自己去尝试一下 这个 它的这个 字型的特性 我可以尝试一下 我可以尝试一下